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有没有试过从日常生活里面找投资机会呢? 今集胡猛青青姐会告诉大家 作为父母她是如何从子女身上发掘投资机遇 和如何培养子女的投资兴趣 青姐就有一个快读大学的儿子 平时不少的投资机遇 都可以从儿子的兴趣中发掘 譬如我看到她又买Switch了 Sony Playstation 家里有Xbox 360 Microsoft 可能还帮到你投资 因为当你去观察多些事物 其实你家里多了个人 就知道他需要什么呢? 你知道市场有什么产品吸引到这一代的人 你就从中找投资的机会 我拿着一只做IP 动漫的IP 就是引入Slam Dunk那间公司 我收紧它 起码都六厘息了 现在 是啊 我是用来对冲每年 儿子花在动漫节的花费 除了儿子的喜好之外 留意生活中 社会上的大趋势 都可以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青姐说 AI就是现在的大势所趋 美股、日股、台股 或者韩国股票 其实现在就算香港 你都在说AI 因为AI的应用 令到我们的生活 效率高了很多 图像芯片 在我们的生活应用 已经不只是儿子打机了 我觉得现在市场 是需要看一些硬件 不要只看软件 因为软件 最终都要去到一些硬件 搭载的 近期譬如Dell 这些都有些追落后 譬如香港 其实你随时手道拿来 就是联想 它出完业绩 大行还特意唱衰 想它便宜些 其实我觉得机会 每天都有 就是看你如何掌握 掌握时下的趋势 捉紧投资机遇 不只是妈妈们要做的事 清姐说小朋友 都要从小培养 我们现在 不是拿着 少许的 以太币 就是拿着少许的Bitcoin 起码接触到 那种资产 它便会去研究一下 究竟那种资产 究竟是什么 其实是 给它拿来掌握知识 如果它够秤开户口 那我都会 跟它开个股票户口 让它自己去转 投资于一些 它认知比较高的公司 让它对这些公司 这些企业 怎样去转 怎样去经营那盘生意 认识多些 宏观 微观 怎样影响到 那个股价的表现 去看 让它知道 究竟现在市场上高 最up and coming 或者最当时得令的生意 是什么 其实都会影响到 它在就业 选择方面的决策 清姐又说 可以先了解子女的喜好 再从兴趣入手 让它们接触投资 今天就会比较适 沙滋 curren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